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So Ma 今天和大家做一个辣味姜汁芥兰 支持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 開了小鐘就不會錯過我的新店 臘味我就選一條臘腸、一條潤腸 如果你不喜歡你又可以臘肉 就先將它拖水 像肥膩的東西 水滾了 將臘腸放進去拖水 在拖水時間我們就做芥蘭 這兩條大葉我一般就這樣撕出來 我就把它切細打斜折 這裡也是這樣 都是打斜折的 斜折的 把葉放進去 芥蘭的框 我一般喜歡這樣打斜折 不要太厚 斜折的看起來就好看很多 薑汁芥蘭加上辣味 好東西味很好吃 那些臘腸就飛了水 夾起來等它凍一凍 要不然你熱辣辣拿上來馬上切 它收縮得很厲害 我們拿出來就切些蒜頭薑 切薄片 將薑蓉切薄片 薑汁芥蘭就一定要割蒜頭 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們父母那時候環境不好 臘肉是自己曬的 臘腸就曬不到 每年秋風起 我爸爸就曬臘肉 蒸在飯面上 那些油就出來了 那些飯都吸收了 小時候吃這些就覺得很好吃 超級好吃 煲仔飯呢 蘇華偉最喜歡吃鍋蛋牛肉煲仔飯 那我就不懂得煮的 因為也挺考功夫的 你又要買瓦餐 又要慢火 要看著火爐 自己就不是那麼厲害 以前那些人家好的 那些 直接是牽起了給你 放在你的臉上 因為有些人 就是為那個煲仔飯果底香 特意去買煲仔飯吃 以前就有 現在真的少了 南比日冷了 放在這裡 稍後備用 臘味就不會在街邊買 因為現在這幾年 經常聽到 臘味裡面 用不知什麼樣子進去 所以去買 字號比較老 這樣去買 買一點點就夠了 都不吃得太多 好了 那我們就搞定了 先開鍋 先下一點點薑片 先炸一炸油 再下一點蒜片 慢火 逼它那些蒜蓉薑的香味出來 加大一點點火 那我們就下了些框 些框 那些框 等下就會很爽 那遲一點點放的葉 這樣吃起來 大家就要很配 就很好吃了 放一些菜 薑汁芥蘭有一個程序不可少 一定要蘸少許酒 把芥蘭的新鮮味和香味全部提升 其他菜是炒菜心 不用加酒 就是芥蘭要的 加點鹽 加少許糖 我們差不多攪拌一下 我們可以蓋一下蓋子 蓋一下蓋子 蓋一下一會兒 蓋一下 因為芥蘭太熟了 沒有了那種爽味 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先加些臘味 切好一片片 我們把它放好 把它們拌勻 臘味是熟的 所以不用拌太久 現在已經很漂亮了 已經熟了 好 那我們熟了 臘味薑汁炒芥蘭 完成了 一個很簡單的菜 又好吃又野味 我們在一起 我們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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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月